Hello,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亚马逊服务条款越来越苛刻 卖家发送邮件如何避免联系受限 一,不用说,与买家联系的限制 是卖家可能遇到的最可怕的事情之一 而亚马逊的规则往往苛刻而混乱 在这种情况下 使用亚马逊的反馈服务 可以帮助卖家维持销售 同时完全遵守亚马逊反馈的使用条款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亚马逊修改了它的规则 并在许多方面收紧了规则 对于卖家来说 准确的理解如何通过亚马逊的信息系统与客户沟通 同时保持一致变得尤为重要 如何检查你的亚马逊账户 是否被限制联系买家 要检查你的账户 是否被限制发送主动消息给客户 可以登录到卖家中心 并进入BuySeller Message Center 然后检查你发送的电子邮件 查看是否获得以下通知 邮件原文 中文大义 由于您的账户暂时被禁止发送主动消息 所以为发送此消息 有关更多信息 请查看与您的账户关联的电子邮件收件箱 已获得详细的错误通知 这意味着你需要更改消息模板 已完全符合亚马逊服务条款 所以建议停止你目前所有的邮件活动 直到你处理了问题 亚马逊取消了限制后 调整你的新件模板 为了方便起见 可以使用预先创建的SageMailer模板 来确保发送的消息 完全符合服务条款 亚马逊对沟通的限制意味着什么 如果由于某种原因 卖家的模板不符合亚马逊的规则 那么卖家将收到一个与买家通信的受限通知 这项限制只是用于发信的能力 所以如果你收到买家的信息 你仍然可以回复它们 这一限制可能持续120小时至30天 你可以采取以下步骤来解除限制 一旦你确定并修复了问题 你可以向亚马逊发送一条消息 以避免将来遇到相同问题时 收到类似的自动通知 如果你确定 你没有违反任何亚马逊与客户沟通的规则 你可以尝试向以下链接 发送一个详细的解释 htps sellercentral.amazon.com gpcontact contact amazonforum.html 但是请记住 你的解释应该包括过去一个月 与客户的所有消息 以确认没有违反亚马逊服务条款的可能性 如何避免亚马逊账户被限制联系买家 熟悉亚马逊服务条款并跟踪最新的更新是必要的 所以你要确保没有任何事情会威胁到你与客户沟通的能力 为了保持合规性 你应该避免以下七个关键操作 一、带邮件主提醒使用important许多卖家 试图用important一词来向放弃购物车的买家发送电子邮件 这很自然的会引起负面的反应和抱怨 因此 important一词只能用在真正包含完成订单所需重要信息的信件中 二、发送营销或促销信息 卖家不得向买家提供任何折扣、礼物或优惠券代码 以换取反馈或产品评论 此外 卖家应在信息中只包括与所购物品有关的信息 卖家不能引导买家到其他产品页面或任何第三方网站 这也适用于指向你的亚马逊店面或listing页面的链接 三、激励或操纵评论和反馈 这是一个相当广泛的规则领域 以下几点适用于这些违规行为 卖家不要提供折扣或免费产品来换取评论 不要求客户仅在有积极经验的情况下 才留下反馈和评论 或者不要明确要求好评 评论必须诚实和公正 评论不应受到卖家的影响 如果买家决定留下差评 请尽量避免要求买家与你联系 不要提供有关买家 在其产品评论或反馈中 应写的内容说明或措辞 亚马逊可能将此视为 你对评论过程的操纵证据 千万不要这样写 If you ebus past review We'll send you a free gift 如果你给我们留下好的评价 我们会送你一份免费的礼物 四 不要多次要求相同的评论 亚马逊的规则并没有规定 每笔订单 你可以向买家询问 多少次产品评论 但建议每笔订单只询问疑似产品评论或卖家反馈 以避免买家的潜在投诉 五 添加与订单无关的链接或附件建议你紧张与购买的物品 直接相关的文件 提示 手册 电子书 信息图表等附加到消息中 请勿附上促销材料或其他不符合亚马逊规则的内容 不要使用第三方网站的链接 例如 不要将用户发送到你的网站 Shopify YouTube等 亚马逊将自动检测这些链接 买家点击链接时将输到警告 不要在邮件中包含你的个人邮件 因为亚马逊会自动删除它 错误做法 附上与所购物品或任何营销材料无关的文件 正确用法 可以附上与所购物品直接相关的指导材料 六 邮件发送频率过高 建议同一订单 在24小时内 发送的邮件 不要超过一封 此外 请注意 不要超过亚马逊的每日电子邮件限制 感谢观看